嚴重的惡臭 有一個大型的紅色橡膠桶 一個熊熊黏黏狗狗的東西 你要吐了嗎? 歡迎來到HIGHLIGHT我是台灣鳥 鳳西娜 今天要到了我們的社會議題單元 今天很富裕的是我用手寫的米膠 超富裕的 你哪裡人啊? 我是穿夜時空而來的 你是為了要唸你的字跡嗎? 沒有,我就最近很喜歡寫字 好的,那這個是在2014年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在2014年的7月29號 Hotun這個地方有一個Villa 就是有一個小孩一直在哭 實在是哭太久了 附近的鄰居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哭的方式讓人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情很可憐 然後又覺得好像沒有大人去安補他的狀況 所以就有人報警請警察來處理 這個人在報完警以後他有先上去查看 可是小孩子不願意開門 只是一直在哭 然後一直說他想要見媽媽 後來警察跟消防局來了以後 消防局是從窗戶從外面潛入了以後 到達那個小孩子所在的房間 進到房子了以後呢 裡面就是一個垃圾場 你沒有辦法想像有人住在裡面 他就是垃圾場 廢氣的屋子 可是那個小孩子卻活在裡面 所以他只有一個人 他一個人 那個小孩子看起來就是面黃肌瘦 他們有特別講到說他眼睛看起來就是黑黑的 長時間的營養不良 然後跟在家裡面他只會看電視 他也沒有其他的 你說幾歲啊 八歲 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很可憐的樣子 他們就先把這個小孩子呢 安置到保護設施嘛 他就變成是一個孤兒 那他們就開始去找他的爸爸媽媽 放置到保護設施裡面以後呢 有一個蠻傷心的事情 那個小孩子他再拿到一份食物了以後 他會先把它分成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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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然後每一份都只有一點點的大小 好可憐喔 不知道他到底關在那裡多久 就變成是會有人給他食物 但是他不知道那個人下次什麼時候來 Oh my God 我要哭了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就習慣性會把食物分成一小瘦一小瘦 好可憐喔 這媽媽到底在幹嘛 根據鄰居的說法是說呢 有看過小孩子的媽媽 所以那個小孩子的媽媽偶爾是會進出這裡的 他們猜測應該是這個小孩子的媽媽 是有帶食物給小孩的 所以小爺才活到現在嘛 他都已經8歲了 在這一個Villa 這個房子裡面呢 警察其實在破門之前就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嚴重的惡臭 那種臭不是垃圾臭而已 當警察這樣子講的時候 Oh 就是有失臭 把小孩子撤離了以後 在清查現場的時候 有一個大型的紅色橡膠桶 韓國人他們是拿來放泡菜的 暗紅色的那種 對對對 大部分的話都是零食放泡菜的地方 就是可能白菜要把它泡鹽巴的時候 在醃之前泡鹽巴的時候會先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再拿出來一個個洗啊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超級無敵大型的垃圾桶這樣 我們這邊有畫面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那個桶子就是最可疑的嘛 就是濕臭的來源這樣子 打開來以後呢 上面是一個紫色的棉被 掀開來了以後 裡面呢 有一個頭顱 鍋子上面有綁了絲巾 他們猜測很有可能是用絲巾把這個人勒死的 基於不是完整的遺體你可以移動的狀態 警察的處理方式呢 就是把整個紅色的橡膠桶拿到這個髮衣室這邊 你要吐了嗎 有一點不太舒服 怎麼辦 我還沒講到最噁心的部分 還有最噁心的 好繼續吧 沒關係我暈吐是已經過了 橡膠桶移到髮衣室了以後 那他們就要把裡面的東西都掏出來嘛 鋪的東西在地上了以後 就是塑膠墊那種 然後把它整個倒出來 可是整個倒出來了以後呢 裡面就是是呈現魚 什麼內臟都晃出來是不是 水狀 它就是像滷洞狀 韓文是說很像那個啊 醜蓋 天啊 醜蓋是你把章魚啊 或是烏賊把它切碎了以後 加什麼糖啊 醋啊 醬油啊 去醃它 整罐會變成一個 熊熊黏黏狗狗的東西 他們說就是呈現那個 醜蓋狀 而且最讓人驚訝的是 倒出來了以後 裡面是有兩具石頭 一具是已經完全變成白骨了 然後一具應該是醜蓋的主人 啊 所以這兩具屍體呢 一個已經是半腐敗 一個是完全白骨了 可以確認是兩位 都是男性 哦 是大人 大人 那所以他們現在假定 今天來餵養的是他親生媽媽 所以他們就是先去查這個父母 發現小孩子的父親 他的名下是有登記一台手機 而那台手機 就在那個家裡面就發現了 但是呢 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呢 十年以來呢 也一直有在使用 一直到去年的時候 才開始沒有使用這台手機 而這一台手機 裡面的簡訊啊 電話啊 聯絡人等等的 全部都是媽媽的親朋好友 媽媽的職場 媽媽的同事 而不是這個爸爸這邊 所以是媽媽幫爸爸殺掉了 就先往這個方向推測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清查 媽媽他本身的生活狀態 他的職場啊 他交友環境等等的 他發現呢 這個媽媽呢 他在一年之前 有另外一個情夫 就是那一句 應該是果凍狀的那位 這是他們目前的推測 因為先生呢 是十年前就已經沒有生活跡象了 就是健保卡也沒有用啊 信用卡也沒有刷這種生活跡象 也都沒有刷卡痕跡什麼的 特別是其實像我們在韓國生活 我們都知道 韓國真的是刷卡機率非常非常高 真的每天都在用 你知道去哪裡都只能刷卡這樣子 你說你一個禮拜不去買東西 在家裡面每天吃東西有可能 一年真的是不大可能 所以警察初步判斷呢 應該就是這兩個人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確認 因為你要去驗DNA 可是他們兩個現在那個狀態 不是沒有辦法驗 沒有辦法確認他的身份 是喔 弄成白骨沒有辦法 就是你要有親戚可以比照 要有比照 對對對 警察他們一開始 當然就先去媽媽的公司抓他 可是媽媽已經消失了 媽媽大潛水 據他的同事所說 應該是警察來的前一天 也就是事發的當天 媽媽那時候應該已經要回家了 但是他回家的時候 看到你知道 警察啊 消防車啊 什麼的 他可能想說 啊 東窗事發 挫賽了 他就潛水了 他消失 然後他也沒有去上班 所以警察去他的工作場所 整個就是撲空 所以媽媽是有住在那邊的喔 媽媽有沒有住在那邊 不知道 不知道 最後這個媽媽呢 警察就開始根據他的聯絡資訊啊 然後他身邊的友人去清查 清查了出來以後 發現這個媽媽他現在有一個情夫 是一個斯里蘭卡人 是一個外籍勞工 嗯 就到了我們的鯊魚乾爹工商 耶 我們要跟鯊魚乾爹說拜拜了 不要這樣 我們這段時間幫鯊魚乾爹整理了非常多的重點 因為他商品很多使用方法 你要知道那些know how 用起來會有另外的優惠這樣子 到底使用鯊魚乾爹有哪五大優點呢 第一個 可以跨國觀看其他國家的影視服務 可以造訪有區域限制的網站 第三個是VPN加密服務 避免你的個人資料被收集 最後一個呢 是可以阻止惡意軟體侵入你的筆電或手機 為什麼要使用Surfshark呢 Surfshark呢 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VPN 是服務器最多的VPN 而且他有30天以內的免費退款服務 而且我有偷查他沒有裝置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對 我覺得最方便的就是他不限裝置 你可以把一個帳號分享給不同的裝置 然後不同的家人朋友 沒錯 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現在你就只要輸入我們的代碼 HIREDAY 可以得到1.7的折扣 購買兩年後還可以再送三個月喔 那我們繼續回到我們的怪談吧 警察就跑去那個外籍勞工那邊 問他說媽媽姓李 這理事的女子有沒有來你這邊 那個斯里蘭卡仁就說 沒有啊 他眼睛就是這樣 沒有啊 他不在 他沒有在這邊這樣子 警察覺得他是在給他打pass 喔 對 看一下一個衣櫥 他雖然口有聲音說沒有 但後來警察呢就是在衣櫥打開了以後 找到了衣衫不整的媽媽 然後我在故事聽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心想說 這個氣氛之下你還有心情 重點是那斯里蘭卡仁也沒有要幫媽媽的意思 他可能外籍勞工更不想要被驅離出境吧 而且他都殺了兩個男的 他可能就是第三個多進去的廚餘了 對啊 這個媽媽她後來被拘捕歸案了以後呢 也有回去實地示範他的範案過程這些 有影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蠻值得提的地方是呢 融化的那個屍體裡面呢 他有這樣子左右的一個手掌是還存在 當然就是已經腐敗的很嚴重 鑑定小組的人為了鑑定他是誰 整理好然後擦乾淨什麼的 他還說他還擦了一根管子 到這個皮下組織 好像是罐水 罐身體鮮水內內 讓他的這個指紋 鋪起來 變成正常人的手 然後去幫他蓋手印 蓋到找出來主人是誰為止 有這樣找出來嗎 對有找出來 後來就確認那個死者就是正事 親夫 老公是白骨了 這個案子在送檢方了以後呢 有一個比較有爭議的地方 就是這個女生他一直堅持 老公是自然死亡 他就說他沒有殺老公 他就說那你沒有殺老公 你為什麼要把他放到桶子裡面 而不是幫他就是舉行 他就說覺得很麻煩啊 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也沒有那個錢什麼的 他就講了一堆 聽起來就是很奇怪的話 殺人罪跟遺棄屍體罪 是完全不一樣的罪行嘛 所以他堅持對於他老公 他就只是遺棄屍體 他只是沒有處理他的屍體 但仍不是他殺的 那他已經變成白骨了啊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做任何的證實 但是那個重洗證實呢 在他身體裡面有檢驗出 大量的安眠藥 應該就是安眠藥之後被殺害 理性的女生他有說 情婦是他殺的沒有錯 他有認罪 他說情婦是他殺的沒有錯 但是 他真的沒有殺他自己的老公 他就是很堅持這件事情 在省的時候 就變成是用遺棄屍體 跟去殺害正式這樣子的事 後來呢 在他的老公 在那個白骨裡面呢 終於有 法官後來還是沒有採用 還是以遺棄屍體為主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他不像那個正式一樣 是一攤東西嘛 他是骨頭 他就說不足以證明 那個安眠藥有致死量 只能證明說他體內有安眠藥 或者證明說他 因為這個死掉了 對 他老公最後還是變成是 遺棄屍體罪這樣子的方式 那他有虐額的罪名嗎 我看的那個案子的時候 是沒有講到這個部分 然後呢 他最後被判刑期只有18年 是喔 其實蠻少的 殺了兩個人耶 他就說最後跟正式 是因為口角 發生退職的意外 他根本就應該無奇啊 對啊 而且那個小孩子 就讓人家最心疼的是 那小孩子 他從小到大在那裡長大 對啊好可憐喔 他從小到大在那個垃圾屋 伴隨著屍體 一個屍體在在旁邊腐爛 對啊好可憐喔 不是一個屍體 兩個屍體在旁邊腐爛 而且爸爸被媽媽殺掉了 這什麼鬼啊 對啊 那小孩子感覺以後 應該要做很多心理輔導 我覺得一定要喔 對啊 我會講到這個案子呢 是因為韓國最近有太多 泡菜桶儀器實體的時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注意新聞 韓國最近有非常多這種儀器實體的天 那個桶呢 就叫做 它那個桶就叫做橡膠桶這樣子 然後它有各種的尺寸 要這樣講很奇怪 大家每次都會好奇說 泡菜桶實體到底是什麼泡菜桶 就是有像放在冰箱裡面的那種 一個桶子 然後上面有像樂扣一樣 把它扣起來的那種 另外一種就是這種桶子 我孩子在肚子裡狂踢我 他可能現在嚇到 他不想要知道這些事情 它非常的巨大 可以放哪些東西 它就是大人都可以蹲坐在裡面 是完整的蓋住 對 第二個呢就是 像那種樂扣的那種泡菜桶 它不會有味道 對耶 它防臭 因為泡菜本身發酵是會有味道的東西 而且泡菜在發酵的時候 也會有氣體跟液體的產生 所以呢 泡菜桶這類的東西呢 就是 很適合 我真的覺得我好像在 不是不是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大家很常在韓國新聞裡面看到 泡菜桶儀器啊 就是因為 泡菜桶這類的東西 它一定會有蓋子 然後很好的防水性 然後跟它比較不容易破掉 就是沉重性都蠻高的 然後如果蓋子做得好的話呢 防臭度也很高 所以韓國很常 因為之前就是有什麼 小孩子放在泡菜桶裡面放在冰箱 然後或者是屍體切完了以後 也是放在泡菜桶裡面 也是放在冰箱 不要這樣爛用泡菜桶好不好啊 請大家尊重一下韓國泡菜圓文化 真的 好嗎 辛勤 泡菜桶不是這樣子用的 真的 真的 我之前以為你要講一個案件 是最近我放計程車裡面 有講到那個小朋友 也是被關在一個垃圾屋裡 然後裡面是有很多小朋友 是因為韓國的購屋 就是預售屋文化 他們會有做那個ranking的分數排名 然後有小孩的通常都會加分 它那個事件呢 就是收集很多無家可貴的小孩 就沒有爸媽的小孩 讓夫妻做領養 然後讓他們去購屋 對 我以為你是要講這個事件 那是正式案件嗎 那是正式案件 我有想過要查那個案子 不是看了很想哭嗎 我其實不大喜歡做小孩類的案子 我也是 小孩類跟性侵類的 我比較 性侵類我真的沒有辦法 性侵類我也沒有辦法 對 不好意思你們要看小孩類 跟性侵類的都要看別的頻道 sorry 對 你尊重一下我這邊媽媽好不好 去女兒的媽媽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為大家所準備的 社會議題單元老人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對 我是小玲的 我是小玲妞 掰掰 所以他們就 所以他們 所以他們 他們把他打開了 你後面 上面是一個 我剛才想說 好 八年之前 就已經沒有生活 跡象了 對 就是那個白骨 再來一次 生活 生活 痕跡 十年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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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